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有追求的演员 应该尝试一些其他的表演形式 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惊喜 听懂了吗 有点听懂了 应该就是没写出来稿 写出来了 报效 住嘴 厉姐之前说她想唱歌 你提这事干什么 你真的提醒到我了 也不是不行的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 不该灿烂过一生 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 来 一起来 还在这海里 像我这样聪明的人 早就 芝芝我问什么 你快问下一个问题 快 李姐还有其他作品吗 李姐 还有其他作品吗 当然有了 因为像我这么优秀的人 给他堵上 给他堵上 有有不开玩笑 开玩笑的 今天其实真的给大家 来一些作品 今年我拍了一部电影 还拍电影 预告片我都带来了 来 请大家一起看一下 《真人真事》改编的 我喜欢你 我要向他求婚 你又不好 我喜欢 不是 我就没有喜欢上他 离我的女人远一点 哈哈哈 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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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明白他恋爱 哈哈哈 作梦素材 哈哈哈 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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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就是 真的很感人 真的 一个科幻片 哈哈 这个编剧的脑洞真大 真敢编 是 这人真是 这人真是 李姐 有没有喜剧相关的 喜剧 喜剧作品 谁去做 当然 有 这干啥去 我重新走一遍 重新来一遍 太好笑 有 咱们包子怎么啦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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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啊 还有啊 还有吗 没了吧 没了没了没了 你连下场都不知道怎么下了 我再也不接这种活了 走 哈哈哈哈 啊 这个我以为卡倒那个就是最荒唐的了 今天怎么回事了 我想看金晨重新跳一遍 哈哈哈哈 辛苦啊 辛苦要力啊 更辛苦的是那几位搬舞的朋友 不容易啊 不容易 我们说点正经的 有机生活 星期点 跨年就要喝金点 感谢 懂幽默更懂有机生活的经典独家冠名播出 蓝白CP搭配口腔修护不累 感谢刷新口腔护理体验的云南白药口腔护理品特约赞助播出 还是 仅一日可恋是恋爱 仅一日可恋 脱胎于一日情侣模式 是当下年轻人 敲咪咪的相亲方式 两个陌生人 以情侣的身份相处一天 结束后 各自判断这段关系是否继续 真的行吗 我很好奇 在这种模式下 如果真的能找到爱情的话 挺牛肉的 我觉得 我们这一期 平均大概有七八百人来参与 我们目前已经成功匹配上千队了 单身狗太寂寞了 能让他们增加一个接触的机会 我和我的男朋友是通过一日情侣的活动 我们是在这个活动上面随即匹配认识的 毕竟也母胎单身二十年 想到真成功了 你们要把自己最真正的东西拿出来 把你男朋友 所以你是不是第一个男嘉宾 其实已经开始了 你是做什么的 平时喝酒吗 加个微信 等等 我们的男嘉宾呢 律令我来了 让他体验一下肖雅轩老师的感觉 大家好像气了 八十了 出不了门了 我觉得我的音乐梦想是没有戏了 我赢了怎么样 不觉得乏味吗 球也不看 那你真的还差别那种事吗 没有预期 就怎么着都行 我本身就没有恋爱观 我觉得都行 就是你不试一下 你怎么知道这样的人适不适合你 我都喜欢 就是 都可以 我能十五个一起 这个 所以你会对什么职业会尤其有好感 音乐 音乐什么类型 什么方向 乐队 我什么都不懂 它就可以随意展示 腾气有什么音乐人吗 自己的艺人发音吗 创造营 创造营 一百多个里边没有一个喜欢我的 没有搞音乐的喜欢我吗 搞音乐的朋友们 好的 立刻安排 音乐人来了 温馨提示 第一次约会过于真实 尴尬体制建议直接跳转第三集 第三集的约会有点欢乐哟 这个节目 从小时没想到 然后去拥成 你能够温柴 好好再忧这一步 我 DIE 我是 我自己 我从小时 你也不是 我自己 我 我的 我 我不 我就 然后 很努力地在生活 相亲是不用 不是你自己想展示出来的东西 当你有喜欢的感觉的时候 你不要排斥 但是你也不用说 强迫自己说 我一定要爱上某种类型的 相亲 我觉得是要多 感谢观看 还是不要太排斥相亲吧 哪怕你找不到男女朋友 可能你认识一些朋友 也是好的 可以拍的时候结束